嘿大家好我是MNike 叫我A夢或我E夢 那今天就是這個未來式 其實未來式的這個預估排程呢 我都是已經有放在我的RANK推薦表裡面了 那每個月呢也會隨著RANK推薦表去更新這個預估排程啦 所以就是 如果你只是單純想知道未來可能會有哪一些角色的話 看這個RANK推薦表的這一頁就好了 那這一集呢就是我會簡單的跟大家聊一下未來的這些角色跟排程 然後我個人會推薦大家去取得哪些角色這個樣子就是簡單聊個天啦 好那總之呢我們現在是在7月的這個地方嘛 這個地方有一個點要注意的是說CGSS原本按照日版的排程來說的話 還要是在7月的時候復刻的 但是這個時候顯然是沒有的嘛 那我就是把它排到8月去了 可是這邊要注意的是說8月這個會不會回來 不知道是不知道的 如果說8月還是沒有談妥這個CGSS的話 那有可能就再往後推這個樣子 所以 月中的這個復刻以及這個專武呢 是有可能還會再有調整的在這邊 要稍微做一下提醒 OK 那再來呢就來看到這個7月的部分 7月的話呢這個月是已經結束了嘛 所以這邊應該都是已經OK啦 這個真步呢現在還可以抽啦 那基本上我會沒有非常推薦 取得這個真步除非用你的石頭算是蠻充足的 那就可以抽一下 那到了8月的這個地方 8月的話呢兩隻長柱角其實都不算非常的強勢了 就是稍微有一點 對啦有點藏管 所以呢 8月對於大部分的玩家來說應該會是一個比較可以休息一下的 比較可以休息一下的月份 那包含說活動農的角色 也沒有活動農的角色 所以體力的投資的分配呢可能也會好一點 那再加上說8月也還沒有換那個裝備嘛 是穿第五線 8月是台版是20之五 所以呢 8月可能也可以再多花一點體力去農裝備啊 或是農一些這個Hard的角色這個樣子 所以這個8月對於大部分的玩家來說應該會是一個比較休息一點的月份喔 那除非說你要抽這個 紡希啦 但是萬聖紡希 我目前用起來的感覺是說我覺得在PVP 是能用 然後在這個露娜塔也是能用 但是都不是一個非常決定性的定位啦 就是說 你不用還是可以有其他的搭配方式 那當然有 在這個PVP進攻防守來說會多一個選擇啦 這個點就是看你啊看你有沒有想要補 那如果說你是一個比較戰力取向 然後呢你的PVP並不是非常前端 並沒有花非常多的心思研究PVP 你只是在 操作業打PVP的話呢 那我會覺得萬聖紡希的必要性沒有這麼高 那再來就是這個公主祭典啦 那公主祭典的話我會覺得說 這邊應該是不急啦 因為 8月的這個公主祭典應該還會再有其他的變數 就是說 8月初 然後7月底的這個moment呢 台版應該是會有一些活動的啦 那會不會 把這個公主祭典挪到這個地方 或者是說這個moment會不會開這個公主祭典呢 就是我們在 劍聖章啦 再過一個禮拜 就可以看到實際上那位開什麼了 所以 這個地方我會先持一個保留啦 所以我個人認為8月 大部分的玩家要抽的呢 就是 這一個活動的那一個持啦 那不管他那個活動是開什麼 如果開公主祭典那就看你有沒有缺什麼樣的角色 那如果開公主祭典加公主祭典 那就是要抽公主祭 好不好 因為公主祭的話 基本上也算是非常的強勢的 那8月如果開CGSS的話呢 我自己個人會比較推薦拿 卯月啦 因為卯月在專武之後 在這一個 聯盟戰的表現是還不錯的 時不時是會派上用場的 那領的話呢 就比較還好 領的話還是比較偏 這個 PVP一點 那雖然說 在打這個 聯盟戰的時候呢 有的時候可以拿領出來 坦一下 但是也不是必要的啦 因為 會拿領出來坦的這個場合 通常還會有其他的坦克可以選擇啦 所以 相對來說 我會覺得卯月是一個比較需要取得的存在 那如果說這個CGSS 拖到後面9月10月才開的話 那也是一樣喔 我自己就是個人 會比較推薦取得卯月 那當然也是因為 比較 for這個聯盟戰的關係啦 因為聯盟戰你去找這個替代的打法 替代的陣容的時候 你的傷害就是會少嘛 或者是說 你少一個角色的時候 你就是比較難搭起來啦 可能人家可以隨便搭 但是你可能 打了三王 就一定只能打五王 然後沒有辦法打一二王 這個也是 有可能的是 那個月的刀錶而定 所以我會覺得 聯盟戰的角色是比較不能缺蛋啦 像PVP來說的話 像萬聖紡希啊 這一種 比較可有可無一點的角色 就會變成說 沒有也能打嘛 你如果不是最前端PVP的玩家的話 好 那再來是九月的部分 那九月的話呢 九月的新角就是要抽這個 祁梨喔 這個祁梨 在聯盟戰的表現是還不錯的 在這個 主要是BUFF的部分啦 所以 如果是一個聯盟戰玩家 那九月份 就是要抽這個祁梨 那除了這個祁梨以外的呢 基本上就都不用抽啦 像如果說 復刻這個 遊俠的話 遊俠戰兩隻也是常駐嘛 所以 可以用農的 那後面的這個 家業 也不怎麼樣 所以就是抽這個祁梨 就對了 如果你是聯盟戰玩家的話 那如果說你不打聯盟戰 聯盟戰隨便的話呢 那九月就是 又是一個可以放鬆的月份啦 那九月需要注意的地方是說 這個遊俠的 這個松鼠呢 他上了專武之後 打PVP 非常非常非常的強 就是 一個決定性的地位喔 所以呢 如果你是一個專職PVP的玩家呢 遊俠專武的Hard圖 開了之後呢 要盡早去農這個 遊俠 松鼠 那至少 要上專武嘛 就叫50個碎片上專武這個樣子 因為 他比較是這個攻擊取向的 他就是打下去很痛這個樣子 可是他在 防守隊也是 有看到蠻多人使用的 所以可以的話 當然還是五星上專武 會是最好的 那五星能滿專是最好啊 就是看 你可以農多少這個松鼠的 碎片這個樣子 他看你的 PVP的取向 可是PVP的話我覺得還好啊 因為PVP你可以說 我先穿個專武然後打打看 如果說覺得 好像太軟了 再升個星數嘛 如果覺得說 好像傷害不太夠 再升個專武嘛 都不遲 沒有像 聯盟戰這麼的 急迫性啦 所以呢 專職PVP的玩家 那這個 游侠松鼠要稍微注意一下 那游侠松鼠呢 他也是有可能 8月的時候就開喔 就看這個 CGSX 彈得怎麼樣 好那再來看到這個 10月的部分 那10月呢 就是這一個 幣喔 就是這個 工作幅幣呢 這個是蠻推薦抽的 那基本上他的定位 會有一點像是 血怨幣 跟血怨幣是有一點像的 只是站位不一樣啦 所以呢 跟血怨幣是 定位很像 但是站位不一樣 所以沒有到完全取代的地位 他在聯盟戰來說 作為一個 物理破防 算是 相當優秀的 我覺得偷懶刀 應該是可以有 蠻好的表現空間的 所以 9月10月 就是都是 一隻角色 一隻角色 然後呢 8月呢 就是只有公主祭典 這個樣子 那 月中的這個部分呢 這個 復刻的部分 那當然 這個泳裝復刻的話 泳裝咲戀是一定要的 泳裝咲戀這隻角色 真的太強勢了 所以如果你還沒有泳裝咲戀 這個泳裝咲戀復刻的 絕對是不能錯過的 好不好 現在就要開始 規劃一下你的這個 石頭的部分 那 這個 這兩隻都是常駐甲 上專門這幾隻都是常駐甲 那這幾隻呢 基本上只有祈梨 是比較有表現空間 那祈梨上專武之後呢 跟這一個 遊蝦松鼠上專武一樣 他就是躍身了這一個 PVP的超強勢角色 那祈梨 就是 他在日版當初 他一度有變成說 就是 3v3 盲撞 就是你要猜對方的祈梨在哪裡 然後對方要猜你的祈梨在哪裡 就是這麼強勢的一個位置 所以 這一個祈梨 如果你是這個 PVP專職的玩家的話 那跟這個松鼠一樣喔 一定要第一個時間 第一moment就趕快弄起來 他是 非常強勢的 非常強勢的 那六星的部分的話呢 六星的話 這一個 好 這個胡桃呢 這個鈴鐺呢 在PVP是 算還不錯啦 算蠻好用的 再搭配上 是一個派手槍用場的 跟這個 小望其實是有一點點 類似的定位啊 就是 在PVP可以做一個 副坦或是對 面對傷害沒這麼高的陣容 可以當一個 主坦然後有一些 全隊的防禦方面的 buff這樣子的 類型喔 那當然他也是六星的體質啦 所以坦度也是還不錯的 跟這個 小望一樣 坦度也是還行啦 所以在PVP 都或多或少 會有這個 表現空間 那這個 女僕就相對 沒有這麼強勢啦 相對啦 那活動龍的角色的話呢 這個貓賊呢 就是非常的意外的 在這個 11月 預計在台版11月 預計在台版10月底 的這個聯盟戰 也就是日版7月的聯盟戰呢 稍微有一些表現空間喔 那 這一隻 這個貓賊 基本上他就是 吉塔啦 他就是 傷害高眼的吉塔 這樣子的一個角色 所以 代表說 在這一個RANK BONUS 然後在這個 BOSS的調整 因為 日版的7月 這個月也就是 台版預計10月的 那一次的聯盟戰 BOSS是有調整過的 像翼王的哥布林的 數據是有調整過的 所以呢 就意外的 帶出了一些 好像沒什麼用途 或者是以前 或者是變成倉管了的角色 起來使用 像吉塔 我也是看到有人用 然後可能吉塔用一用 就發現說 那 吉塔都可以用了 那我用這個貓賊不是更好 所以就 有看到有人使用這個貓賊去打一王 這個樣子 所以 但是他是活動農的角色 所以我不擔心 我不擔心他一定是可以農起來的 好不好 好 那再來是這個預計台版11月的部分 那這個公主靈呢 當然是預計台版11月才會開啦 但是呢 不知道時候內會不會搞事 這個我們下個禮拜就知道了 如果說 開了這個公主靈的話 基本上我就是很推薦可以抽起來 他如果碰上這個還沒有上專武的泳裝留下 他絕對就是比泳裝留下強啦 他跟有專武的泳裝留下比的話 都是 都是各半 五五波這樣子的感覺了 跟沒專武的泳裝留下比 公主靈一定是比較強的 所以如果台版有 再提早開的話呢 那一定是要抽起來 打多目標是一定會用到的 然後這個並交的話 我自己是不會抽啦 對我自己是不會抽 然後這個復刻這兩隻也還好 那留下的話有專武之後是蠻強的啦 專職聯盟戰可以抽 然後這一個 姊姊呢 這個泳裝靜留他是for PVP的 如果你是專職PVP的話 可以抽來玩一下 那如果石頭很匱乏 不抽也是可以啦 對啦 石頭很匱乏的話也是可以不抽 畢竟他也是常駐角嘛 那到時候有可能歪 那就算歪不到 運氣沒這麼好 那之後也會開Hired圖可以濃起來 畢竟他不是一個一定要 才有辦法大的角色 那PVP以外的話 就目前看起來是還好啦 那我覺得 這隻角色目前才剛出 對他的評價只是初步的評價 搞不好之後 聯盟戰會出一個多目標 然後打物理傷害超級痛 那這個泳裝姊姊呢 就可能還有出場的空間 那農的角色的話呢 這個中二呢 就意外的有一些用途 然後他是復刻農的角色啦 忘記貼在這個地方了 但是他也是農的角色 所以我也不擔心 那六星的部分呢 這個狗拳 非常非常非常的強勢 他就是要升回了一線的 物理輸出位置 那只要在打單體的BOSS 那只要有空間可以放這個 純輸出的角色的話呢 那他絕對是非常非常的強勢的啦 只是 限制他的點就是在於說 你要有空間放一個 純輸出 而且站位這麼前面的角色 就是變成說 他可能會要坦傷害 那他會坦傷害的情況下呢 你就沒有辦法用公主日和坦傷害嗎 那這樣子的話 你的破防足夠嗎 那BOSS的防禦力 的破防覆蓋率夠嗎 那你有沒有這個空間 放這個純輸出的角色 生存能力的部分夠嗎 等等 那生存夠 破防夠的情況下 你才會有空間去放這個 六星的狗拳 所以 雖然說他的輸出量 非常非常高 但是他沒有到說 每一隻王都可以用這樣子的程度啦 還是要看 BOSS的搭配 只是如果他能上的話 他的輸出量絕對是這個 不容許質疑的啦 就是非常非常強勢的輸出 好 那講到這個地方呢 來做一下 統整喔 總之呢 如果你是一個跟我一樣 就是 可能比較 聯盟戰為主 然後PVP可能 划個水 這樣子的玩家的話呢 那未來一直到 這個預計11月 有哪些角色要抽呢 首先這個 卯月 這個卯月 可能是需要注意一下的 那公主祭典的角色可能要補一下 那九月的部分呢 要抽這個 祁梨 那復刻的話 這個是不建議抽 因為這個是長住角 那十月的話呢 可能可以要抽一下這個作業服 這個作業服壁 那這個 祁梨呢 就是長住角嘛 可以用農的 再來這個泳裝咲戀 如果你沒有的話 這個也是一定要拿到 那十月的部分呢 就是要拿到這個 公主靈 那公主靈是非常的重要 那其他的部分就 還好 那這個是PVP 你專職PVP的話 看你要不要抽 那這個 復刻嘛 如果你已經有了 就不用抽 那如果說 你還沒有的話 可以考慮抽一下 所以說 如果你是一個 不需要抽復刻的人的話 未來八月到十月 基本上一個月只有一隻要抽啦 所以呢 對老玩家來說 應該是相對沒有這麼辛苦啦 對新玩家來說 復刻也沒有太多隻要抽 就卯月嘛 然後這個 呃 泳裝 泳裝跟這個泳裝嘛 所以應該也是還可以呀 還扛得住好不好 好 那今天的這個 介紹就到這個地方啦 希望都可以幫助到大家 更了解 未來有哪些角色要抽 然後呢 分配自己的 石頭 好不好 那今天就到這邊 謝謝各位 未來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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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